大家好,我是小鹏 以后家里剩的黄瓜不要总是凉拌 只需多做一步 炒出来的黄瓜比薯片还要脆 特别下饭 首先,黄瓜放流动的清水下清洗干净 再去两头,切成均匀的薄片 不用切得太薄,大概在0.5公分左右 撒入一点食用盐,翻拌均匀 腌制10分钟,杀出水分 腌黄瓜的时候,准备一点配料 姜,蒜,小米椒 条件好点,可以再切点猪肉片 腌好的黄瓜是这种软软的状态 而且非常有韧性 这里不需要清洗,给它用力的钻干水分即可 锅中油热,先放肉片煸炒出香味 再放葱姜蒜小米辣,稍微翻炒一下 接着撒一点点的辣椒面 这样做出来味道更足 继续翻炒出辣椒的香味 调味就很简单 因为黄瓜是用盐盐过的 加少许的盐和蚝油 把肉末炒入味即可 最后倒入黄瓜片 开大火快速翻炒几下入味 姐妹们,每天都会更新 简单易学的家常美食 如果觉得今天这个视频还不错 那就给我点个免费的 小红星支持鼓励一下 非常感谢 出锅前撒一把葱段 翻炒5678下即可 像我这样做的黄瓜 清脆爽口 好吃又下饭 真的绝了 喜欢吃的朋友 一定要收藏起来试试 我是小鹏 咱们下个视频见